七哥七哥 是 我想要来请教你一下啦 我最近有个朋友刚考到驾照 想要买一台车 他想要买电动车 但他不知道要怎么选 所以让我来请教你一下 哦那没问题啊 我现在电动车也开了好几台了 我想也有一些心得 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 现在台湾汽车市场呢 车子的能源种类已经非常的多元 除了我们熟知的柴油以及汽油 这种内燃机的传统的车子之外呢 其实近十几年来呢 Hybrid也就是油电混合动力的车 也已经非常的普遍 甚至成为某一些品牌的销售主力了 那当然现在大家购车最常会问到的就是 我该不该买纯电车 事实上纯电车在这几年 Tesla进入台湾市场之后 也已经逐渐的普及化 从以往Tesla比较高价 到目前呢 也有像Lustgen M7这样子的国产车都上市了 所以价格也逐渐打入一般消费者 可以选购的区域 那当然现在大家购车非常流行 就是会优先考虑 纯电车我到底值不值得买 甚至有些人不但是油转电 甚至就直接第一台车 就买电动车了 那在买电动车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主要的决策点 和以前我们买油车 甚至油电车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以下呢这一集我就为大家简单整理一下 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为大家说明 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纯电车的话 我们买车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是大家必须要考虑的 那以下就会比较轻松的方式呢 分别以四大面向来为大家解析 目前买纯电车应该考虑关心的点 第一个就是充电功率 第二个的话呢是续航里程 第三个的话是电动车的科技感 和它的操控感等等 和油车什么样的不一样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 到底适不适合买电动车 考虑完这些因素之后 到底适不适合买电动车 好第一个呢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充电功率 那很多人呢其实在买纯电车的时候 会把充电功率作为续航里程之外 一个最重要的考量点 那车子现在纯电车也都会标示 它的最高充电功率 但其实我在这里要为大家说明的就是 最高的充电功率 当然跟充电时间的快慢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充电时间要快 它还有几个必须配合的因素 比如说充电站 特别是快充站 本身它的充电桩供应的最高功率是多少 比如说呢 我们的车子如果最高的充电功率 可以达到240千瓦 但是你去的充电站 它的最高的功率只有120千瓦 那当然不好意思那就不可能达到车商宣称的 240千瓦这样子的充电功率 所以这个是必须先跟大家沟通清楚的 那另外除了说充电站本身的最高功率 可以支援多少能不能跟车子本身可以接受的 最高功率来做匹配之外呢 另外充电的条件其实很重要 比如说电池的温度 电池的温度呢太冷或者是太高 其实都不有利于充电 它电池的温度必须维持在一个比较适合的温度 才会有利于最高充电功率 也就是可以降低我们充电的时间 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点 那另外呢讲更细一点的话 充电的功率甚至连你这支充电枪旁边 有没有车子都有差别 所以当然大体上充电功率是越高越好 我讲的充电功率是车商宣称这台车子能够承受的最高充电功率 当然是越高越好 那目前现在普遍上来看的话呢 现在的纯电车大部分都有100千瓦以上可以支援的最高充电功率 甚至有一些可以达到240千瓦甚至更高 都有 但是如果你一般的平价品牌来说的话 其实以800伏来做架构的车子 它可以支援高的充电功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 Hyundai Kia集团的Ioniq或者是Kia的EV6等等 它们都是800伏的架构 所以可以在各个快充站可以看 其实充最快的大概就是这两个品牌 当然高价的品牌还有像Posha保时捷 这个也是800伏的架构 那Tesla当然它在它超充站充的话 其实也还蛮快的 其实现在主要的车厂都有一个默契 就是在10到80%这个曲段间里面 它们尽量在半小时之内来完成充电 所以无论你可以看到 宾市或许只有170千瓦甚至更低一点 但是它还是可以在半小时之内把电池充到80% 所以这个是大家的一个默契 那也顺带提醒大家有个观念就是 电动车跟加油毕竟不一样 电动车你到快充站去充电的时候 理论上你不是要充满 如果在旅途当中 你只是要把它充到可以到下一个目的地 充电观念也是不一样的 那充电车子可以支援最高功率的充电的数字 当然是越高越好了 但是其实这个取决的因素还非常的多 其实最需要看的是一台车的充电曲线 有一些车最高可以支援比如说240千瓦 但是它过了比如说50%之后 它都是用100千瓦在充 所以充电的时间当然不会算特别快 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充到80%的话 所以这个有非常多的现实的因素要去做考量 那当然我必须说的是还是当然素质越高 是越有希望达到越快充好电的这个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重要 大家最重视的 或许现在有充电车 没有充电车没有纯电车的人都最在意的 就是到底这部纯电车的续航里程有多长 那说到续航里程的话 其实它跟我们油耗一样 大家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 这个东西都是参考 不见得厂商公布续航500 你就能开到500 也许你能开超过 也许你不行 那个幅度是相当大的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测试的形式不一样 比如说 大家熟知的有NEDC和WTP等等 这两个的话 数值上本身的差异就会很大 这等一下我们来参考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续航里程跟油耗是一样的 它取决于驾驶人的驾驶习惯 甚至温度 路况等等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同样的测试方式之下 数值的对比不同的车款 是有参考性的 但是宣决条件是必须在 相同的测试标准之下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执着于 政府或者是厂商公布的 续航里程的数字 因为在不同的状况 可能会达不到这样的数字 甚至会超过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一点跟油耗数字是一样的 甚至你本人自己使用 在夏天 在冬天 也都会不一样 更不要说在市区或者是高速了 好那我们再花一些时间来 简单介绍一下 NEDC跟WLTP 到底是怎么样来做测试的 首先我们来讲数值比较大的 NEDC 这一套测试的标准 它总共会有四种市区的路况 一种郊区路况的测试 那在实验室内呢 它大概进行20分钟左右的阻尼滚筒的测试 那前方以风扇模拟各种行车速度 全程关闭音响空调大灯加热仪等电器设备的 车的电力指用来驱动 那这样的测试方式呢 因为其实没开冷气 跟一般的行车路况 会是有一些差异的 所以大体上来说 通常跟我们自己开起来 数字大概打个7折差不多 但是这是大概 这不是说绝对的 WLTP它会分为两种不一样的测试方式 包含WLTP以及WLTC 那WLTC的话是包含路况周期的测试数据 WLTC它的测试分为低速中速高速以及超高速 那测试的时间会比较长 也会尝试用不同的加减速状态的模组 测试的速度是比较高的 油门停顿的时间也会比较短 因为模拟是去塞车 它油门是会停的 另外呢它还会将车辆的滚动阻力 档位载转都融入整个测试的过程当中 会是非常贴近行车状况的 那WLTP的话它基本上会加入重量 空气力学马达功率的损耗 等等的参数去加以换算 换算出来的成绩 最终呢可能会有一种或两种不一样的数据 无论是WLTP WLTC 其他的测试的方式 会比NEDC来得严格多了 那当然这是简单上来讲 如果说要仔细来探讨的话 里面测试的模组 和测试的形态非常的多 这可能可以讲三集都讲不完 所以这一集是要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 建立一个初步的概念就好了 所以最后为大家整理就是 WLTP的数字 会更趋近于行车的数字 那它的数字会低于NEDC 那NEDC的话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数字很漂亮的测试方式 好 再来我们来分享 纯电车和一般的油车在使用上面 科技感有什么不一样 我必须也先说明一点 就是车子的智能化程度 跟是不是油车 是不是电车 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不要讲到纯电车就被Tesla制约了 以为每一部电车都是智能化 程度非常高的车款 其实不见得 像我自己拥有的 比如说像12008或者是EC4等等 其实它就跟一般的油车是一样的 它整个车子的车载系统 甚至整个智能的控制 智驾的控制等等 跟一般的油车是没有两样 所以这必须看车厂着重的特色是什么 那如果以纯电车的市场上面来看的话 目前台湾市场可以买到最智能化的 当然就是Tesla Tesla它无论是车主的APP 跟车子的本身的互联系 或者是它智驾辅助的功能 其实在以台湾市场上面的车种 不论是电车或者是油车来看 都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族群 那当然比较豪华的品牌 比如说宾士 比如说BMW 它这方面也做得不错 但是我觉得呢 实际上科技化程度最高的 应该还是Tesla 与其说它是一家汽车公司 不如说它是一家做车子的软体公司 所以这样讲它应该可以比较清楚 如果你的车智能化的程度很高 比如说Tesla的话 它就很着重的是OTA的功能 那什么叫OTA呢 就是透过线上更新软体 更新软体之后来改变你车子一些功能 或者是优化一些使用的状态 比如说Tesla的车 常常会有不一样的软体版本 更新之后可能充电的时间会缩短 或者是轻时的里程可以变长 甚至下车的感觉 回充的感觉也都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科技控的话 那直接买Tesla就对了 那当然现在双B这些豪华品牌 其实也陆续在做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在台湾的使用的经验上面来说的话 还是跟Tesla有一段程度的差距 所以这个是在智能化科技面上面 那当然电车有它一定的物理特性 这个就是普遍每一个品牌电车都做得到的 就是它的重心会比同型车来得更低 比如说呢一样都是SUV Mercedes-Benz的EQE SUV 就会比GLA的重心来得更低 所以在过弯的时候它侧倾 跟整个车辆的稳定度是会比较好的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电池大部分都是摆在底盘下方 所以电池很重 一般来讲都几百公斤 所以它有一个压仓时的效果 所以当然一样是高车身的SUV来说的话 纯电车的重心 跟它的操控的稳定感是会比较好的 这一点也是特别可以提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纯电车也因为底盘要放电池的关系 有一些后座空间的 人体工学其实不见得那么好 这个大家要买的时候可以直接去 试坐看看就知道了 特别是后座 因为呢 通常后座它的底板 有电池的高度 所以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会造成大腿的悬空 这个大家参考画面应该可以知道我讲什么 那当然也有部分的传统品牌非常重视这个 比如说奥迪的E-tron GT 它就特别在后座的脚步的位置 挖空没有装电池 所以它的乘坐的这个感觉 就会比较接近一般的油车了 这个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 还有一些跟油车不一样的地方 我也必须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 电车以相同的车来说的话 重量一定比较重 特别是现在如果中型SUV的话 普遍都快两吨了 所以以车梯的停车场非常多的台湾来看的话 你必须先考量 你家如果是坐车梯到停车场的 你家的车梯的载重有多少 这个是必须要来考量的 依照我使用这么多台纯电车 不止Tesla的经验来看的话 我大概会有几个建议 如果你是油转电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快就适应 因为纯电车的驾驭感受 还有整体的舒适性确实是非常好的 这都是它有油车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就如果你家只有一台车的话 你真的要特别的考虑 就是你这台车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你每天都要长途跋涉 你每天使用里程非常长的话 那续航里程真的得注意 因为一般的纯电车 比如说Tesla的入门款 或者是一些现在比较便宜的 像N7这样子的纯电车的话 它的续航里程如果实际上只有300多 像BMWiX40这样的车 如果实际上不到400的话 你长途跑 比如说台北跑到高雄 确实你的使用形态 会跟用油车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你必须要去事先估算 这个续航的里程 然后安排充电到你的行程里头去 但是如果你是市区使用的话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的1208 续航里程大概300出头 其实我也是大概一个星期 或者是一个半星期才会充一次电 因为那个就是纯市区代步而已 所以这个必须先理清楚自己的使用的用途 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第三方的快充占非常的多 我觉得使用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像是我们前几天才刚开我的N7到高雄去贴戈尔纸 那从台北到高雄 当然以它的续航里程是到不了的 或者是会很紧缩啦 会非常的紧张 因为300多嘛 所以在过程当中必须要安排一次充电 我觉得像我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一次开到高雄的 我必须先休息 那如果善用人休息的时间的话 给电车充个电 其实大概15分钟左右 你开到高雄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高雄玩的时候 如果利用玩的时间或吃饭的时间 再充个电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善用时间规划啦 那就会开这个车就比较没有问题 买车都是一个权衡之下的考量嘛 没有一台车十全十美的 适不适合你用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是偶尔长途的话 那电车省钱 开起来好开 安静 这些优点 搞不好你会觉得说 剩余它这个少少次数 长途使用时候都不方便啦 好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析的就是 如果你家可以装充电桩 你买电车真的太棒了 因为充电桩的话 你家里有充电桩 你通常就会在家充 你就不会去考虑到 这台车的充电功率啊 在外面充电方不方便的问题 比如说像以我为例子的话 家里或者是像公司有充电桩 我们的车子其实很少在外面快充 除非出远门 否则快充的几率是非常少的 所以它大概像充满的话就是一个晚上 那我这台车的话 如果下班我挂上了充电枪 那大家还可以预约排程 选择半夜的时间 免费比较省 也比较不会造成 用电的排 大家整体用电的排挤 所以如果你家可以装充电桩 那个电动车真的是太棒了 好那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那当然还有一些你的生活环境必须要考量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 你家的车位是不是坐电梯的 如果是坐车梯的话 车重的贺重是必须一并考量进去的 你的用车时间 我觉得也很重要 比如说你买一台车要用多久 如果你是要用到这个8年10年 那你现在买电车我是觉得太早了 那如果你是两三年 这个保护期内就会换车的 其实电车的真的是越早买越好 早买早享受 你就不用去担心什么电池会坏掉 就要很多钱的问题了 那如果你反之你要用很久 我就建议你现在先不要买 为什么呢 因为电池的科技日新月异 那像以前买油电车 大家很担心电池会坏掉 但你现在为什么油电车买得好 你问油电车的车主他担不担心电池坏掉 他大部分都是不担心的 因为现在更换电池的费用 已经非常的便宜 大概和你修变速箱也差不多 所以就不会有那种进入门槛了 那所以我说如果你用车的时间要长的话 那现在要不要买纯粘车 我是建议不要了 等到过了五年之后 技术成熟一点 或者是维修金额再下降之后 你再来买 使用的体验会比较好 但凡之如果说你是长先祖 像我一样很快 换车周期非常快 倒不一定要每年换车 就是保固期内 比如说你四年或者是五年 就可以换车的人的话 那你现在买电车是好时机 为什么呢 因为早买早享受 而且我问过很多 开过纯电车的朋友 他们都有一种感觉 早知道就早点换电动车 因为开甲的感受确实是非常的好 那当然这有一些不是你短暂的事成就能够了解的 必须要拥有 真正拥有纯电车 在你的生活当中去体验的话 感受才会特别的明显 那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参考 不见得适用于美一个人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的使用的环境 使用的状况 和你最后的考量的选择 都欢迎利用底下留言 跟我们还有车友做双向的讨论 每一者留言都会看 以上的节目是我们新的尝试 就提供给大家 现在最热门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我们就和车友来做一些双向的座谈 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我是小琦 谢谢我们下次见喔 拜拜